叫做周杰伦 你听过吗 周杰伦 周杰伦 有没有听过 你没听过周杰伦 行了 这孩子可以 总算有人说没听过周杰伦 没有 我之前听过土耳其 土耳其的 土耳其的 土耳其剧情曲是不是 对 他听过 他听过那个 土耳其那个冰剧灵 冰剧灵 一些流行歌应该要听的 你知道流行歌很重要的 土耳其极其曲 这个吧 这个对我来说 是很简单的东西 怎么样把古典的音乐 融合在流行乐 是非常重要的 知道吗 你刚刚说你的老师叫什么名字 陈诗慧 陈诗慧 去跟你的老师说 给他 让他给你多听一些周杰伦的歌曲 好不好 周杰伦 周杰伦 对了 好 继续谈 学钢琴学多久 差不多是一年半吧 一年半 这个流行乐 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歌手 嗯 嗯 有狼狼 哦 狼狼 啊 他要终结了 他要终结了 哎 哎 这个上到了 他是不是没认识 不是他的周杰伦的这个音乐是 还行啊 因为他从小学古典 还讲得下去 听听古典乐 很多那个学古典的小朋友是不听流行歌的 你听不听有一首歌叫听妈妈的话 哎哎 他说 你你会他哪一首 从小就听 从小就听他的歌 嗯好 都还是个孩子 你会成功的啊 你这位小兵会成功的 对 加油 好吧 很好 光泪之方向的学生 就是知道周杰伦是谁 对很好 加油啊 继续加油 对 没看出来 哎 现在可能有点反应过来 就是一些学古典音乐的通常 比较没有在听流行歌曲 其实是应该是不受限的 音乐是不受限的 其实你多听流行歌 你反而会知道一些和弦的进行 和弦的运用 那你有了古典的基础 你在写流行歌又会更厉害 好 视野更宽阔 你看像朗朗 他还是在跨界的合作 所以他的视野就是更宽阔 所以这些小朋友们呢 一定要听杰伦哥哥的歌曲 好 我的重点是这个 我来听到 你会听到 你会听到 我来听到 我来听到